9月24日,女演员陈玉琳在朋友圈发布长文,公布与吴秀波长达七年的地下恋情。 陈玉琳详细描述了,与吴秀波的相恋相爱七年,最后被吴秀波抛弃,把吴秀波描述成了一个渣男。 1962年出生的吴秀波,可谓大气满城,参见过很多影视作品,近几年才开始走红,其帅气幽默的大叔形象,俘获了很多少女的芳心,本司机处几好,一起来看一下陈玉琳发的朋友圈。 陈玉琳描述了与吴秀波的相识,相知,相爱,趁他陪伴了吴秀波七年,为他洗衣做饭,满足他的控制欲让自己不再演戏。 同时,他说在军事联盟拍摄期间,他在横店某酒店,梦房间待了整整333天,服饰了周立波333天,为他洗衣做饭,陈玉琳在文中公布了具体房间好, 这个事情很容易查证,所以可以基本认定他说的是事实。 记者迅速联系吴秀波方面,则被迅速挂断了电话,陈玉琳与吴秀波的恋情基本是垂,但是理念还牵扯到了其他女演员。 比如说张芷熙,陈玉琳甚至在文中说,正是因为张芷熙这次吼扰,才让自己化上了抑郁症,目前还住在医院。 对此,张芷熙在事件爆出一个小时后,迅速做出了回应。 张芷熙向吃瓜群众喊话,情者自卿,别扯上我,恋爱无错,跟谁恋爱也不一定有错,但是,出轨,搞三角恋情,背叛,玩女人,这是绝大多数人不能容忍的。 陈玉琳所说的真假如何,相信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的判断,吴秀波方面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 张芷熙的回应非常迅速,看一下网友的评论,网友也是迅速奔成了两派,一派坚决相信张芷熙,另一派则是吃瓜群众,抱着怀疑调侃的态度。 毕竟对于吃瓜群众而言,吃瓜也是比吃月饼更香啊,娱乐圈区时有很多潜规则,很多人为了成名,甜色交易过多,作为媒体工作者,不去做主观猜测和评论, 也希望吴秀波方面,尽快做出回应。 张芷熙来愿一切就像张芷熙所说的,亲者自清,这种爆料往往对演员的声誉影响颇大,不知道周立波方面,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。 目前,张芷熙仅仅是发微博澄清,事后她会不会拿起法律武器,捍卫自己的名誉权。 毕竟,陈玉琳在文中指名道性的点名张芷熙,这种做法会对张芷熙的名誉造成极大的伤害,仅仅是一个微博辟谣,这是与事无不当。 张芷熙否认了插足吴秀波感情的传闻,而且放出了另一个大瓜,就是自己才演的大剧,看来对自己通过这部大剧,再次走红十分自信呢,很聪明的做法。 这种事情,如果是谣言,辟谣越晚,会对声誉的伤害越大,如果是实锤,就看吴秀波怎么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实力去平息了,渣男两个字真的属于吴秀波吗? 不敢相信,在事情没有定论之前,我们只能做直瓜群众,不下任何结论。